第55選區州眾議員張寧寧 今天聯同多名眾議院共和黨的黨員 在富麗頓召開記者招待會 呼籲民主黨領袖 發速通過共和黨提出的交通計劃 該計劃提議將州政府66億年度交通經費 修復加州的道路 代表共和黨的眾議員張寧寧表示 這一份名為修復加州的道路計劃 不會增加納稅人的稅 反而是利用州政府66億年度交通經費 為了維修道路 我認為我們在加州的環境下 是時刻在加州的環境下 在加州的環境下 讓家庭和食物都可以移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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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讓我們能夠保持時間和資源 張寧寧指出 雖然計劃已經出落 但仍然需要等待民主黨領袖同意通過計劃 而民主黨就未作出任何行動 批准這個計劃 因此希望借助記者會 呼籲民主黨領袖快速通過這項提議 6月推出這項修復加州道路計劃 不僅不增加稅 而且還將會給予加州州政府66億年度交通經費 另一半的錢將會給予地方政府 來幫助地方交通建設 天安維士 編輯報導 有了很多人說